我当时跟他这么说 我说现代通信是个无形的传输 比如你俩拿一手机一打电话 谁也不知道人都在哪 你想跟谁沟通跟谁沟通 但古代相对都比较有形 你比如风火狼烟马上飞滴 他怎么都能看见 通信自古到今要解决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速度 你多快的速度 第二是容量 你要传递多大的信息 第三就是保密 前两个问题我们今天都已经解决了 但对第三个保密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非常的头疼 前面我讲过吕后印喜 说古代传送书信的时候 得用风泥加盖印章来保密 但要是传达军事命令的时候 就不能这么简单了 因为人命关天 那我怎么才能确认你说的是真的呢 你来传递的信息 是以信使的身份来的 不是皇上直接告诉我的 那我作为领兵大臣怎么判断这个信息是否正确呢 那就要通过皇上身边的亲信 专门去宣告 同时呢 还要有一个凭证 这个凭证就叫虎符 什么叫虎符呢 就是像老虎一样的兵符 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有很重要的一枚 被称之为杜虎符 当时我说了很多啰嗦话 就把这事介绍给奥运会了 奥组委听后就很高兴说 那能不能把陕西的这个虎符借来展一段时间呢 那一定非常有意义啊 后来这家企业啊 听了我的建议 就把虎符借来办了一个展览 狠获成功 最后啊 还来谢谢我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这枚杜虎符是哪来的呢 我们国家有很多国宝 都是有套路来的 它不是挖来的 就是捡来的 这枚虎符呢 它还真是捡来的 哪捡来的呢 西安 又在西安 西安怎么那么容易捡到东西呢 因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你们到西安的时候呢 记着点啊 都得低着头 看脚底下 没准什么时候就有惊喜了 1975年的冬天 当时西安郊区啊 叫山门口公社 北沈家村 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叫杨东峰 正在帮大人平整土地 哎 大人都在平整土地吧 他在地头里捡了一个绿绣斑斑的铜器 东西不大 拿手里就可以攥着 杨东峰一看呢 说哟 这像一小铜老虎啊 外表还有点文士 觉得有意思 就拿回家了 拿回家呢 就给这妹妹当玩具玩 她这妹妹就玩了好几年 把这东西愣给玩熟了 什么叫玩熟了呢 我们先说一概念 关于生坑和熟坑 生坑 就是说这青铜器啊 或者玉器是刚刚出土的 熟坑呢 就是早年出土的 经过各种人的盘玩把玩后呢 出土的痕迹都不清楚 那么生坑和熟坑 主要指的就是青铜器和古玉 陶瓷没有这概念 现在很多人鉴定不了这熟坑的 只能看生坑的 那这东西被玩熟以后呢 就到了1978年了 杨东风他们家呢 想把他当肺铜卖了 结果到收购站 还卖不到三毛钱 大家觉得这不值当啊 卖了这钱也不管用啊 所以说还是当玩具玩吧 那么他妹妹啊 这玩了好几年呢 就把这小老虎外面的绣呢 给磨没了 露出了几个看不懂的 也看不全的金色 他家人也不怎么在意 突然有一天啊 这妹妹手中 啪哒 这东西就打开了 以前不是绣在一起 现在一分为二 那他们发现这东西里面呢 不平整 一面呢 带着凹槽 另一面呢 它里头突出一部分来 这东西一打开呢 这杨东风呢 就突然意识到呢 这可能是件好东西 他又仔细看了看 老虎表面的那些字 说这东西一定是件文物 杨东风就和家人呢 带着这只小老虎呢 去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恰好遇见了我国的考古专家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戴英新先生 戴先生看了以后说呢 这是古代了不得的一件虎符啊 古人用它调兵潜将 杨东风一听很高兴啊 希望用这件东西给自己换一套绿军章啊 当时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套军装 是一特酷的事啊 但博物馆方面说呢 我们上哪给你找军装啊 这样吧 奖励你五十块钱得了 那么这件杜虎符 就这样征集入藏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成为馆藏的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 刚才我们说了啊 通讯从古到今就要解决三个问题 速度容量保密 我们先来念叨一下这事啊 第一个是速度 就是我怎么能让你最快的速度知道 今天这个速度已经压缩到没有空间 全球在网络支持下所有的信息通讯几乎可以同步 那古代就不同 古代速度最快的啊 不用问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啊 他靠飞啊 他能飞多少呢 不知道 李商寅有诗啊 藤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未探寒 那其次是什么呢 我们有烽火台吧 汉代烽火台经常使用速度有多快呢 光速 他点燃以后只要一爆烟你就看见了 但你看不了多远 必须是目力所及 这里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周幽王的 烽火系诸侯千金买一项 那还有什么呢 红艳传书 靠鸟传地 他才会出现失误啊 这鸟不定飞哪儿去了 除了鸟以外 我们历史上还有黄耳传书 就是让自家的狗给传递信息 我们博物馆的门窗馆上啊 就有这样的故事 但这不贴谱啊 那什么贴谱呢 当然是拆人送钱 历史上啊 最著名的用人送信呢 就是马拉松 咱中国人过去怎么用人送信呢 长途传递 只靠人不成呢 还得骑马 你要快就得骑马 骑马那时候需要驿站 所谓三十里一换马 五一一换人 就是这个道理 传递公文时 每隔一二十里 就设一个驿站 一旦公文柱上马上飞地的字样 那规定要求三百里 紧急情况要四百里六百里 最快八百里 这指的是一天时间之内 传递紧急公文时 每个驿站都得用快马 沿途一到驿站 换马换人 要确保连续飞奔 必须将文件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 唐玄宗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古代的皇家顶级快递 给他心爱的杨贵妃送荔枝的 第二个问题 是容量 我们过去的通讯 有些倒也能及时到达 比如海军打旗羽 但他容量很低 就几个符号 比如左拐右拐 敌箭右箭等等 放风火 点燃的一瞬间 我们就知道了 但信息传递的容量 就知道一个事 敌人来了 来多少怎么回事 不清楚 当然了容量这个问题 今天就解决了 我们经常发信息 一个压缩包打过去 你二十四小时都看不完 是吧 所以今天的容量这个问题 基本上也解决了 那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保密 保密的问题到今天 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 古代更是为了信息保密 伤透了脑筋 古代的保密工作 第一要保证信息在中途中 不会被打开看 要封锁信息 所以就发明了封仪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 我们并没有使用现在的信封 所以写的信息是在 竹简和目睹上 就被夹在两块鲤鱼形的木板中 两块木板合在一起 用绳子绕捆三圈 打一绳结 最后再打结的地方 用极细的粘土封好 再在上面干上印洗 放在火上烤成干硬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封尼 这就防止在送信的途中 被撕拆泄密 封尼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 被禁以后纸张就流行了 封尼就没作用了 封尼到现在就演化成一种火器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 还用火器作为一个凭证 第二就是宋达人 怎么证明传递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给你送起一个假情报 那不直接就把你害死了吗 我第一个假情报给你 让你撤兵 就让我不战而胜 那这事可不成啊 所以古人就发明了符 采用了和符的形式 和符就有点像现在对暗号 我们都知道那句著名的暗语 叫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和妖 咱俩对上了 这事就成了 那打仗时候用兵符 这种虎符呢 是需要两人各持一半 所谓右在军左在将 也就是说右符 在发号施令的人手里 左符呢 在出征打仗的人手里 中国历史上关于尊左尊右的问题 并不是统一的啊 一伙尊左一伙尊右 先秦这伙整体上还是偏向于尊右的 所以说右在军 这两个符一对上 信使的话你就得听了 而且啊 这兵符合二为一的时候 还需要皇帝和大王的亲信在身边 这号令才算管用 你看 窃服救赵的故事 虽有了兵符 但没有跟着的亲信 所以 这个将领压根他就不信 窃服救赵的故事 大家都熟悉 就是战国末期 秦国想吞并六国 战争进行了愈加惨烈 在长平之战中秦军大破赵军 最后成胜禁为赵国的首都邯郸 企图一举灭赵 这时候赵国向魏国求救 魏王派大将进比带十万步众 援救赵国 但又怕秦国报复 所以只让军队停留在夜城附近安营 名义上是救赵 实际上是抱着官望的态度 当个吃瓜群众 那魏王的弟弟姓明君魏无忌 知道这事后呢 就想得长远 觉得这事不能怎么办 就让魏王的宠妃如鸡帮忙 盗取了魏王放在卧室里的兵符 之后 魏无忌带着兵符就前往进比军中 要求带领进比的兵马 进比因没有看到魏王亲信一同前来 所以心里就犯嘀咕 说这事有点不得对劲 大王不是说好了只是官望吗 没咱什么事 咱也用不着多管闲事 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呢 还让魏无忌来代替领兵 所以他就很怀疑这事 顺嘴反驳了几句 之后魏无忌的门客 立即拿铁锤把进比给击杀了 魏无忌呢 夺取了兵权 率领十万精兵 奔赴邯郸 打败秦军 这才解了邯郸之为 左右两部分兵符 合二为一 引出了我们至今仍大量使用的一个词汇 叫做符合 这俩得扣得上 符就能合 这事就能成 这俩扣不上 符就不合 这事呢就成不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符合规定 符合制度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全国各地发现的虎符呢 大部分都只有一半 不完整 为什么这枚杜虎符是国之重宝呢 因为杜虎符是一个以完整的个体存在的 来历清晰 并且身上的挫金银工艺也相当精致 所以非常的珍贵 杜虎符的杜是个地名 这地呢 在今天的西安市南边 杜虎符就是秦国铸造的 它长9.5厘米 呈现的是老虎行走的一个姿态 这枚杜虎符上啊 还有珍贵的挫金银文 共9行40个字 这些字的字体呢 大部分都是小传 内容上写的兵甲之符 六在军左在渡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写的就是这枚虎符使用的规则 说这枚兵符啊 右半符在君主那边存着 左半符在渡地的军事长官手里攥着 凡是要调动军队 打50人以上的时候 渡地的左符就要跟君王的右符会合 这才能行军令 但也有特殊情况 如遇到紧急敌情 可以直接点燃风火 不必去和君王的右符 器物的名文是以漏刻的英文呈现在老虎身上的 再将金丝嵌入英文之内呢 最后打磨光亮 虽然历经两千多年 仍可一亿闪光 那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 首先这枚杜虎符究竟打没打过仗 执行没执行过命令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然后就是他为什么会在西安出现 让杨东峰捡到了呢 无非有几个可能 第一种可能 他是在君王或者将军的墓葬中出土 之后又丢失于此 第二种可能 他根本就没有进墓葬 当时的将军带兵打仗 中途丢失于此 第三种可能就是历史上持有他的将领 历经兵败以后将他遗落于此 甭管哪种可能 这枚杜虎符 肯定是中国通讯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信物